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怡主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蘑菇意大利热饭 我会逼起两杯意大利米 一块洋葱 一块小牛油 一些蒜蓉 大约10粒蘑菇 还有4碗鸡汤 除此之外 我们的调味料会用到盐和黑胡椒粉 今次我会用到自制鸡汤 如果大家想用现成的鸡汤也可以 也欢迎大家参考我自制鸡汤的影片 蘑菇我已经处理好了 已经摘到第一层的衣 以及已经抹干净了 欢迎大家观看我蒜蓉牛油炒蘑菇的影片 里面更详细解释如何处理蘑菇 现在洋葱我会切粒 而蘑菇我会切片 首先开火 烧热锅 然后倒入蘑菇 不要加油 炒到有少少金黄色的时候 可以加少少橄榄油 或者普通的油 下油之后 我们继续炒它 最好炒到有少少金黄色的时候 和差不多熟熟的时候 我们就放在碗里 蘑菇放好之后 我们可以用同一个锅 我们可以放大约1汤匙的油 然后我们就会爆香蒜蓉 和洋葱粒 我们一定要炒到蒜蓉和洋葱粒 是有少少金黄色的 炒到现在有些金黄色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放两杯意大利米了 拌均匀之后 我们现在就可以放大约1盒鸡汤 然后我们再拌均匀 我们现在就会转中火 看到汤已经吸走了之后 我们就会重复步骤 大约20-30分钟的时间 我们在这个重复步骤 一度都会用中火 而且每一次放完鸡汤之后 我们都要不停地拌均匀 让我的米不要黏底 当鸡汤已经用完的时候 我再试一下饭 大约差不多熟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加蘑菇和牛油 加了牛油之后 最好转中小火 否则很容易焦 当牛油差不多熟了 我们就可以加少许盐 和黑胡椒粉 然后我们就可以关火了 蘑菇意大利热饭做好了 是很好吃的 大家都试试 美味 如果你喜欢 给个赞我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 谢谢